平安 兄姐妹平安 首先感謝師班他們花了很多時間來練習 也謝謝我們的兒童主人小孩子 我們來表演聖誕的詩歌 謝謝聖誕節 在聖誕節呢 在基督教裡面是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日 聖誕節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但你發現聖誕節其實對基督徒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 不是很有新鮮感的這樣一個節日 為什麼呢 因為聖誕裡面只有兩段的經文 簡要告訴我們聖誕節的故事 一處是在馬太福音 一處是在路加福音 你想看一個牧師 每年都講聖誕節的信息的話 你會覺得有時候沒有話可講 但聖誕師呢還是盡量呢 讓你們從每年的聖誕節當中呢 有所得奪 那麼今天來讀其中的一段經文 每一段經文 如果有英文的話 你可以來讀英文 比如說我們可以來讀中文 請 當聖誕王的時候 耶穌生在猶太的國裡 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那生下來說 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 我們在東方看著他的心 特來拜他 聖誕王聽見了 九七里多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 問他們說 基督當生在何處 他們回答說 在猶太的國裡 因為有先知記者說 猶大地的國裡 你在猶大祝城中 並不是最小的 因為將來有一個軍王 要從你那裡出來 牧羊我以色列明 當下 西里暗暗地招了博士來 西里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就拆他們往國裡回去 說 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 尋到了就來報信 我也好去拜他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 在東方看見那星 忽然在他們前路行 直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口停住了 他們看見那星 就大大的歡喜 進了房子 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 馬利亞 就輔夫伴那小孩子 揭開寶盒 拿黃金乳香 墨藥為禮物獻給他 不是因為在混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見西里 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那聖經裡邊呢 简要告訴我們 有關聖誕節的故事 你會發現呢 這個節日和你所了解的節日呢 有很多的不同 哪個不同呢 第一個呢 沒有雪橇 沒有巡路 沒有聖誕樹 也沒有聖誕老公公 很多年以前 在香港的小學呢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聽聞是聖誕節是誰的生日 我想在教會裡邊呢 這是個最簡單不過的一個題目 結果在香港調查之後呢 讓他們大吃一驚 有將近百分之五隻小孩子說呢 聖誕節是聖誕老公公的節日 那我看到這個是我那年去長島呢 在一個教會門口我拍的 我們看到裡邊呢 我們看到 有這個馬桃 我們看到的 有牛羊 我們看到 這是一個 博士來朝的一個圖片 因為人呢 太多呢 不大去留心 記載聖經的說法 他們自己 杜撞了很多的照片 杜撞了好處的造型 就看到 這三個博士呢 我們看到 來到這裡 來拜這個小孩子 小孩子在馬桃裡邊 稍微有一點 聖誕常識就知道 博士看到中方的心 等他來到這個地方 需要多久你們知道嗎 其實 你開半年 兩個月 不曉得 幾千里的路 不是一天可以到達的 有一個故事說 有一天早晨 是聖誕節的早晨 五十一大早的 都來到教會 那是一個白色的聖誕 五十早上起來呢 就把這個 台階門的雪掃掉 點亮了聖誕燈 都來到教堂裡邊 看看一盆一盆的聖誕紅 布置得好漂亮 然後他就走到教堂外邊 看看布置那個 馬桃 那個聖誕 布置那個圖案 有沒有什麼缺失的地方 就一看呢 博士在 牧羊人在 唯獨少了聖誕小耶穌 所以他發現 他發現 牧羊人在那裡 那個聖誕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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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昨天晚上在這邊 他問他 他問他 不要怕 我們去買個羊毛 他放這個就好了 他說 今天呢 商店都關門了 買不到啊 怎麼辦呢 正著急的時候 就看了一個小男孩呢 開了一輛電動的玩具車 遠遠走過來 一邊走一邊招手 開過來就發現呢 前面是坐的小男孩 後面後座上面呢 正好呢 就是耶穌小孩坐在後面 牧師說 你怎麼可以把耶穌拖走呢 但是我不是拖耶穌你知道嗎 因為在聖誕前呢 我就向神禱告說 如果這個聖誕節 我的爸爸給我買一個 這個玩具小汽車 我首先讓耶穌坐著車 為奸賺錢 你看我拖了幾個布拉克 你都回來了 這是個故事 但是你告訴我們說 聖誕節裡邊不能沒有耶 不是嗎 但是很可惜我告訴你 今天大多數人過聖誕節的時候 把這個節日變成一個購物的節日 變成一個送禮物 拆禮物的節日 變成一個狂歡的節日 唯獨馬桃裡邊沒有日付 您不覺得這兩年整個聖誕節的文化在改變嗎 在幾天前 你可以對人家講說 Berry Christmas 那今天呢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說 Happy Holiday 所以今天從這個故事裡邊 讓我們知道一件事 聖誕節裡邊不能沒有耶穌 所以聖誕節的主角呢 永遠不是聖誕老人 那聖誕裡邊呢 其實呢 沒有我們今天所傳說的 戴著紅帽子 穿著紅衣服 一個大鬍子 到時候送禮物的這位老人沒有 但是在教會的傳統裡邊呢 的確有這樣一個傳奇的人物 其實呢他的原型 大概在公元四世紀在東歐呢 有一個樂善好事的一個修士 也是名牧師 他常常呢 給窮人送米 送面包送禮服 而他送東西的時候呢 常常以明白性 不讓別人想 在日久天上 都知道有一位人呢 會給你送禮 他從來不會獻身呢 後來在荷蘭呢 就開始將這個人物呢 開始戲劇化地出現在人的故事裡邊 他會撐著雪橇 又巡路拉著 然後巡遊世界 然後圓還進入那個夢 這故事到了美國之後呢 又有另外的版本 這事的老公公呢 是從壁爐的煙筒裡邊爬起來 在孩子們熟睡的時候呢 在枕邊 在聖誕襪裡邊 擺上一副心儀的禮物 因為好多小孩子啊 長大之後呢 都不知道那個禮物是爸爸媽媽買的 還有是聖誕老公給的 我請問你 到底有沒有聖誕老人 有沒有 我告訴你 是有聖誕老人 在聖誕裡邊呢 有兩位聖誕老人 因為世界的關係 今天運營會 我不拿聽聞看 告訴大家 路加福音二章 當耶穌買了八天去店裡邊行割禮的時候 有兩個老人 一見這位小孩子 立刻怎麼樣 就歡喜快樂祝福發育言 是一位男性的聖誕老人 他說 我看到這個孩子 我這一生沒有敗廢 我知道 上帝的旨意成就了 他就歡喜快樂來祝福這個孩子 還有另外一個聖誕老人呢 是個女生 是個老太太 八十次歲了 而且她守寡多年 日夜在聖誕裡邊早上 她一看見孩子 知道神在以色列當初的應許實現了 知道人類有一個新的紀元開始了 她就起來讚美 就起來祷告 請問 這麼多人為什麼 沒有這兩個人 獨具慧眼呢 您知道嗎 因為聖誕說 他們怎麼樣 是可惡神的人 被聖誕充滿 所以今天呢 在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不要效法那個第一個 坐著雪橇 到宋禮部的聖誕老人 而要學習熄滅和亞納 所以我們沒有學習熄滅和亞納 我們要學習熄滅和亞納 他們是真正的屬於一個人 看到上帝的工作 成就在以色列的百姓當中 讓聖誕老人 在路加圖營裡邊 還有一段記載著這段美麗的故事 都在伯利坑之野地裡 有牧羊人按照更次 看守陽情 有主的事在他旁邊 他們就甚懼怕 天津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告你們的大型信息 是關乎外面的 一天在大門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 救世主 因為牧羊人聽到之後呢 他們要看到一個嬰孩 包著布 握在碼頭裡 那就是記號的 你要想一個猶太人 要接受彌赛亞 是生在碼頭裡 裹了塊破布 是不容易這件事情 但是牧羊人他們聽到了以後呢 他們就歡喜快樂 把這件事就傳開了 在馬太福音 剛才圖那個版本呢 卻講到一群外邦人 當聽到耶穌降聖的這個事情之後呢 他們就起來尋求 注意啊 在聖經裡面 為什麼有兩段聖經 兩個福音書 在講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這件事是 大使的信息是關乎外民的 外民在當時的語言環境裡面 就代表猶太人和外方人 因為這件事情呢 大使的信息是關乎外民的 都要同盟恩典 我問大家 當耶穌降聖之後 對這個世代有什麼之間的影響 能告訴我一兩件事呢 有誰能想得到 因為耶穌降聖 有一件事情發生 因為耶穌降聖 有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紀元 耶穌降聖 公元前 降聖之後是公元後 所以我們有A,B,B,C 今天不管是中國 美國 或者是回召國家 他們不得不重任紀元 是一個公立的一個紀念法 所以關乎外民呢 是實質在那件事情 所以我們外邦人 今天呢 我在這個信息裡邊 要特別來學習 這幾個博士的一些不一樣的心智 所以我們在Jekai 我們會學習從那些傻人 第一個 他們有敏銳的心 這個博士呢 不是我們講的一個PhD 而是專門講的呢 東方呢 是觀察天象修訂立法的一些人 注意聖經以外呢 不讓我們去怎麼樣 透過天象去占卜 而且透過天象呢 明白這些真理 想想 滿天的繁星 他們卻用敏銳的心 發現了有不一樣的形象 去年聖誕節 我講到說 在四肢通鑑裡 在中國的漢書裡邊 在同樣的年份裡邊 也記載天象的心象的變化 他們記在古書裡邊 他們同樣呢 有一個敏銳的心 我相信今天每一個信主的人 你要有一個別人的心 你要知道今天 誰要藉著不同的事情 向你表達一個意念 傳達一個信息 天象 比如說我們看到天象 空氣污染 我們看到地震 激荒瘟疫 我最近看了一個報道 西藏那個布達拉宮 本來是一片藍天的 竟然被霧霾都看不到了 你看到不同的情況 你要有一個美麗的心 知道怎麼樣 那末世要來了 第二呢 有一個可惡的心 第二呢 有一個可惡的心 明日心果然好 但是沒有一個可惡的心呢 你屬靈生命 不可能成長 我們來聖經裡邊 大凡的一些屬靈生命 成長比較快的 都有一個可惡的心 可惡敬拜 可惡神的同在 可惡聖靈的恩賜 可惡神的同在 可惡聖靈的恩賜 他們可惡神的話 所以詩篇第一天說 唯喜愛耶和華麗花 咒也思想 這一點沒有福 他們看到心象 但他們有個可惡的心 就要尋根問題 想知道 到底 這顆心代表神 所以 今天我鼓勵大家 在聖誕節的時候 你要想屬靈生命成長 你要有一個可惡的心 如果好多人 一打開聖誕呢 就想睡覺 睡不著覺的時候 都打開聖經 這不是個可惡的心 還有呢 無謂艱難 另外一個酒店 三五個小時 十來個小時 就可以到達地球的另外一邊 那這幾個博士 他們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一千英里的路程 沒有旅館 沒有飯店 可能還有盜賓 可能還有盜賓 但他們呢 卻不被堅固 我去年講過 他們是咒服夜出的 因為他們是聖誕的帶領 星球王才出現的 換句話 他們一直是家夜班 然後呢 去尋找 去追尋 如果是我們說 哎呀 罷了罷了 太辛苦了 睡不好講 回家跑了 所以追求主 你要有一顆 無謂堅固的心 我們不要說是 我們不要說是 趕夜路了 青春早上禮拜的時候呢 我都說 哎呀 多睡五分鐘 但多睡五分鐘 教會很多人說 你為主多早起十分鐘 但是我們年年喊 早起十分鐘 結果呢 還是慢起十分鐘 所以愛主的 要不為艱難 Amen 對你旁邊呢 你會比較容易遲到的說 為主早起十分鐘 第一次呢 願意更新的心 他們是按著心 一路走來 但是到了京城 一路上路的時候呢 他們不知不覺的 就偏離了航道 因為那是世界有名的京城 猶太的君王 怎能不是在京城呢 所以發現在西洋道路上 很多時候呢 我們先入為主 慢慢有偏領的方向 大堂問說 猶太 那位生來做猶太法 能當生在何處 那對猶太的經典非常熟的文士 基督告訴他說 當生在猶太的佛裡 在密加書五章 怎麼樣講呢 猶太就是柏林哈 但猶太中城中 你並不是最小的 原來這個王不思路的大神啊 然後他們就轉方向 按著新的指引 直走到柏林河 柏林河是個非常小的村 我相信當時呢 不過居住了幾百人而已 所以你追求主 你要願意更新 也願意來改變 第五呢 是一個完全奉獻的行 第五呢 是一個完全奉獻的行 他們去的時候呢 不只是帶著盤禪 帶著入背 也帶著禮物 所以告訴我們 你敬拜神的時候呢 你不可以空手而來 帶什麼呢 黃金乳香墨藥 黃金我中國也太喜歡了 我們看 黃金我們看到好多都是 黃金成為這個 好像最貴重的東西 在聖經裡邊呢 黃金也代表君王的象徵 這兩個中國的文化很相像 你去過故宮嗎 你看 故宮皇室的這個 建築這個頂 真的都是紅牆黃馬 如果你要對照江南的原林 你要去蘇州 你發現都是灰灰的 不是沒有錢 是因為他沒有到達 黃室的級別 不可以逾越 對這些博士 他拿著貴重的黃金呢 獻給猶太的軍王 代表自己奉獻的心 也代表對軍王的精彩 那除了黃金之外 乳香墨藥呢 對中國人來這樣的話 我們根本不曉得 東方是一個盛產香料的一個地區 歐洲傳統上 都是一個進口香料的地區 那我中國的香料去調和 我是八角啊 桂皮啊 但是乳香墨藥我們不常用的 乳香做什麼呢 如果你看聖經 在聖經裡邊呢 講道燒香 在今天基督教的信仰裡邊 都說你不可以燒香 不可以拿香 但我告訴你聖經裡邊 專門講道燒香 專門講道如何去作香 因為香代表眾聖徒的禱告 因為乳香呢 就成為作香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香料 所以禱告是誰的功能呢 你看聖經裡邊 站在神人當中 那個祭司的角度 為眾人來贖罪 祷告 所以這也代表呢 他當時在乳香的時候 可能他不明白 但是呢 卻預表了耶穌基督 要成為我們的大祭司 墨藥呢 墨藥呢 是一個更貴重的一種香料 對中國人呢 太遙遠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墨藥 你們知道木乃伊嗎 在埃及 在埃及 我們看到好多人想 以後死了 故國長生不老呢 把人死了之後呢 把新乾費拿掉 然後用香料 墨藥呢 放在這個屍體裡 裹起來 用成肉乾 所以墨藥呢 它是最重要的 防腐的香藥 記得嗎 當耶穌被定以後 用尼格迪姆 深夜 把耶穌屍體取了 用百斤的香藥 最主要是墨藥怎麼樣 把耶穌屍體 然後呢 塗抹 然後做了這樣一個處理 他用了很多的詞 去照顧耶穌的身體 我相信 當時這些博士 並不曉得 獻墨藥是做什麼的 我相信 那時候 神使萬事互相效力 讓愛惜的人得益苦 但神使萬事互相效力 讓愛惜的人得益苦 所以墨藥預表著 耶穌基督為你我 用在神的家上 代表祂的死 所以你發現 來到神面前呢 你是要有一個敢於奉獻的行致 2013年在我們教會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 我們兩個年前剛剛建完神明中青 我們今年又開始買這間新的地方 我看到多少弟兄姐妹和這個博士一樣 他們敢於在黃金、乳香、窩藥 將最寶貴的身體面前 上天是會紀念的阿們 因為小牧師在這裡也代表教會呢 感謝弟兄姐妹這一年的復興 所以我認為 我們在教會 要感謝所有的基督 那些基督 你所開放的 第六 有一個敢於行動的行動 我講了 中國人呢 也發現這個星在天空 在漢書 在自主通教裡面講得清清楚楚 有星背於河谷 有星背於牽牛 都寫得清清楚楚 讓我們中國人呢 左思右想 我們中國人 我們在想 還是算了吧 他們說 忘了 找不著怎麼辦 百花盤盤 但是這些博士呢 他們是敢於有行動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 在我們教會裡面 在神的國裡面 我們需要一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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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更需要一個博士 我們更需要一個博士 改善行動 死都死吧 當你改善行動的時候 這幾個博士呢 就被寄在史冊上面 我在搶藥一樣 不是大哥博士 是因為有黃金 有香 我們需要一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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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鼓勵大家 過今天過聖誕節 你要知道兩件事 第一個 那個戴紅帽子 穿紅就是聖誕老公屋 是不存在的 聖誕那邊 有兩位聖誕老公屋 值得你我來聖誕 第一番我們要學習 兩千年前這幾位博士 他們是外邦人尋求真理的代表 聖誕那邊聖誕老公 他們是那些人 他們的心智 你我都來消化 他們的心智 我們需要一項 好 我們一起來唱一首 聖誕師歌 好吗 《诗代诗歌》一年只唱一回 一定要怎么样 用你心来唱好吗 在Christmas sing we only sing once a year so we sing with our heart 天使错吧 圣诞家庭 清洗淹宝贼 离破破裂 我却正在 感受阳性 天洞传门 朝天一旋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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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之后 几个日子 我们是一心 听见心话 愿大而来 一片家乡 转行一遍 转行俊华 知水尽兴 无分不长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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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之后 几个日子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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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之后 几个日子 哈利路亚 这盘听说 祝你圣诞快乐 祝你圣诞快乐 哈利路亚 祝你钱我朋友 说 祝你圣诞快乐 这个很酸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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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酸辣 好 太酸辣 好的